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概在四個星期之前呢 我剛好參加了在紐約威力博物館的一個青眼藝術家雙眼展 裡面有一個參展內容是用VR做的 吸引了我們很大的一個興趣 反而這樣的好奇心 我排在了一個非常長的隊伍後面 很長時間之後 當我終於能夠體驗這個展品的時候 我戴上這個頭銜 我看到有兩個人 一個眼睛蒙著跪在地上 而另外一個人站在他後面手裡拿著一把棒球棍 忽然間這個人拿起那個棒球棍就朝前面的這個人 腦袋上抡了過去 地上白的紅的全部都見了過來 這事還沒完 後面的那個人繼續用靴子 用力地在踹地上那個人的腦袋 就這樣一分鐘之後 這個內容就結束了 我看完的時候我內心就要罵街 畢竟我一天的心情全毀了 當我參展完之後我再回來看一下 觀察了一下展場 展場裡面沒有任何的告示 沒有任何的警告 而且隊伍裡面還有非常多的未成年跟小孩子 是啊 我明白這個藝術家想要說什麼 他無非這個作品是一個關於反思人類 反思戰爭 反思暴力的一個作品 我也明白你為什麼要用這麼暴力的內容來呈現 無非你是想要震撼我們的視聽 那麼這種東西我們在影視當中已經司空見斷了 但是我還是為他捏了一把冷汗 幸虧這個人他不懂VR 不然的話他很有可能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不好意思 我不應該用傷害這個詞 因為這個詞太輕了 如果你不懂VR 如果你不知道VR潛在的威力 你不知道VR它潛在的一難面 你很有可能會對我們觀眾造成非常大的心理損傷 而且這種損害是不可逆的 我每次跟朋友聊這個話題 他們都要開吐槽模式 他們就會說 那這不對啊 我喜歡看恐怖電影 我喜歡看血腥的電影 你們不見我變態 有的朋友很擔心的跟我說 你看我今天打個遊戲 在遊戲裡面一局我要殺百八十個人 我甚至有一天會受影響 我跟他們說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講的東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我們把VR技術比喻成一把槍 那麼以往你們所有媒介充其量都是冷兵器而已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為什麼會說VR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而且VR既然是一把槍的話 那它的粉彈是什麼呢 我們先看一幅非常神奇的畫 這幅畫來自西班牙畫家 拉斯維茲於1656年做的一幅畫 這個畫的內容非常的簡單 我們看到這個畫的中心 有一隻小狗 有一個矮人 所有的宮廷的侍女 而在這個正中央 是當時西班牙的格雷莎小公主 我們注意這個小公主的視線 她是直接看向我們觀畫者的 但是這幅畫神奇就神奇在 當你發現它這個背景這個細節 這個鏡子裡面反映出來的是 當時國王的時候 有那麼一瞬間 我們很多觀畫者會有一個錯覺 覺得自己是國王 而我們自己正看著自己的女兒 那麼這麼一瞬間的錯覺 我們把它稱之為寧常感 Tresses 這也是VR的子彈 那麼在影視跟戲劇當中 我們也用過這個概念 但是這個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雖然在電影當中 我們會被情節感染 我們會被演員的功力所折服 但是我們是從來不可能相信 我們進到另外一個世界裡去了 這個是生理上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VR中這個是可能的 而且甚至如果我們做得對的話 你甚至會忘記你腦袋上 正帶著一個非常笨重的一個頭銜 這個就是VR跟傳統媒體最大的區別 也是它最大的威力 那麼是不是我們越看見的東西越真實 在VR中我們就會有更好的臨場感呢 七年前 我有幸在VR先驅 Mounce Later教授帶領下 在英國UCL 我們做了一系列的實驗 我們做了一個叫做The Paper Room 下層空間實驗 這個實驗非常的簡單 我們無非也就是在這個房間裡面 讓我們的這個參與者走到邊界 然後在邊界的時候他往下看 他會看到一個下層的空間 That's it 但是為了探討這種感知 我們做了兩個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左手邊的這個版本 渲染成這個樣子 差不多也就是五毛特效的級別了 而另外一個右手邊的這個版本 我們做了實實的光影追蹤 也就是說當參與者在這個空間裡面走路的時候 他能看到的影子跟光影變化 是跟你的移動是相關的 那麼大家猜一下 這兩種不同的渲染 哪一種會提供給我們更好的臨場感 覺得是好萊塢級別的情局的時候 看一看 那看大部分人都覺得是好萊塢級別的這個渲染 會帶給我們更好的臨場感 我們當時也是這樣覺得的 看一下實驗結果 我們的樹軸越高 代表我們會有更好的一個臨場感 橫軸代表我們的參與者 以往有沒有更多的VR的經驗 綠色這條線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好萊塢級別的渲染 那麼藍色這條線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五毛特效的一個版本 那我們竟然發現了 這兩個場景之間竟然沒有明顯的區別 如果你看這兩條線的話 你會發現 由相當大的一部分區間他們是重合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求一個平均值 他們差不多是一樣的 這個結果一出來 我們實驗室的小夥伴 一個個都愣住了 該怎麼形容我們時候的心情 因為畢竟這個結果 跟我們當時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我們甚至懷疑是不是我們自己的實驗做錯了 於是我們真的是改進了我們的實驗 做了一個更加極端的版本 我們把一切有可能影響我們實驗結果的因素 全部都去掉了 大家先看看這個圖 我如果不告訴你的話 你可能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但是再看一下我們的高精渲染的版本 那你就立刻就知道 其實我們這個是一個普通的辦公室的一個場景 但是這個實驗結果反映出來 我們人類在VR世界中對這兩種不同的情況 竟然反映出了完全一樣的臨場感會 而且不但我們是這樣 在世界各地所有的實驗室裡面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我們忽然發現我們的大腦好像沒有我們的想像中這麼聰明 它完全不理會我們現實世界中的任何的物理規律 它只遵循它自己認為的邏輯 只要邏輯對了 你的大腦就會認為這是真的 我們很興奮 因為我們好像發現了一個不得了的規律 那麼既然視覺是這個樣子 我們其他的部位的感知 是不是也是追求這樣的規律呢 我們開始挖空心思 欺負我們自己的大腦子 98年的時候在《自然雜誌》上面出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講的是人類的一個錯覺 叫做橡皮手錯覺 Roberham Illusion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實驗 怎麼樣呢 我們用一塊路板 得住我們的視覺跟我們的右手 然後同時我們在面前放一個橡皮做的假手 我們如果把一些物體同時觸碰你的兩個手 你會覺得你面前的這個橡皮的假手是真的 那麼根據這個實驗的結論 我們設計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實驗 那麼讓你們見識一下我們理工科的幽默 這個叫做大肚男實驗 啤酒鋪實驗 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現實當中讓參與者戴上這個頭鞋 然後同時拿一個放了感應器的棍子 觸碰自己的肚子 但是如果我們在VR的世界裡面 做了一個啤酒鋪非常大的肚男 而你看到跟你觸摸到 如果是同時的話 你會相信你的肚子真的有這麼大 那麼同理我們還做了長手實驗 那我們在現實中跟VR中讓你摸一塊非常有特點的一塊材質的時候 哪怕你的右手比你的左手要長三倍 你還是會相信你的手真的有這麼長 我們就發現 其實哪怕在VR世界中我們扭曲了現實 我們的大腦一樣會相信它是真的 那我們就更好奇了 那到底這個VR它的極限是什麼 這把槍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一直想要設計一個完美的實驗 這個實驗它可以非常巧妙地避開現在所有VR設備技術的局限性 同時我們又想要滿足所有臨場板的觸發的條件 那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實驗 叫做The Milgram Experiment 先介紹一下這個人 Stanley Milgram是世界上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 他最少這個實驗是為了要研究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為什麼有那麼多德國士兵在明知道錯誤的情況下 還遵循Order去殺害這麼多的人類 所以他這個實驗也就是從社會上召集了一幫人過來 然後告訴他們 你們有些人要作為不同的角色 有的人是老師有的人是學生 那麼老師手裡面有一份問卷 你只要問學生問題就可以 學生如果答對了 Pass 就過了 如果學生答錯了 你就按面前的這一個機器按鈴 用電電擊它 學生每答錯一次 這個電擊的幅度都會上升一次 然後從45伏一直升到400伏的致死 這裡面有一個特殊的點是在於說學生是有演員敗演的 所以這個實驗不會對人真的是造成任何的傷害 但是它會根據這樣的條件反應做出不一樣的反應而已 那麼當時我記得在歷史資料上面顯示 很多教授都參與打了這個賭 有些人覺得可能我們全人類大概1%的人會完成這個實驗 有的人覺得可能連1%都沒有 我們人類人之初心本善 那你們猜猜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會完整的完成這個實驗 實驗結果出來了 高達66%的人類完成了這一次實驗 這個還不止 很多的參與者在實驗的過程中表現出了極度的情緒壓力 甚至有很多人在多年以後也完全沒有辦法釋懷這件事情 當年Stanley Weber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做錯了一件事情 他在這個實驗之後沒有告訴參與者他這個實驗的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他也沒有告訴他們這個學生是假的 所以這件事情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倫理問題 然後這個實驗也被列為世界的十大半黑實驗之一 但是我們那時候好奇啊 我們那個時候覺得我們可以減輕這個實驗的倫理的傷害 所以我們改了一下版本 我們理工男親近了我們的洪荒之力 造了一個虛假的人類 那我們覺得如果我們放一個非常虛假的一個形象在你面前 你可能覺得並不會有這本真 我們只想知道VR跟現實它的關係到底有多麼近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三圍的這個人物 基本上就是一個三角形跟一個多邊形組成 類似看起來有點像有性的一個形象吧 我也相信在座沒有任何人會覺得這個是真人的 是吧有人覺得是真人的嗎 舉個招呼看 但是實驗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竟然發現這個實驗的結果 跟真實的Milbert experiment完全一樣 只有70%的人完成了所有的實驗 因為你要知道 當我們坐在這裡看了這個電視機的時候 這完全就是跟我們電腦遊戲沒有任何的區別 按道理應該趨於100%的人 可以微笑著完成這個實驗 但是並不是 而且很多實驗者在過程當中流露出了極度壓抑的情感壓力 還有很多人在實驗之後反饋給我們聽 他們說在這個實驗過程當中 他們必須要不停的提醒自己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才能完成這一次的實驗 甚至有個別的情況 當他把那個電壓按到400次至死量的時候 當這個角色沒有任何反應的時候 他們會直接對著那個屏幕交流 他們甚至轉過來對我們邊上的職業人員說 他到底怎麼了 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情 到這個時候 我們實驗室的人笑不出來了 我們才發現 原來在現實生活中 有可能造成的心理傷害 甚至是倫理問題 在VIA中是一樣的 因為畢竟他們都是VIA的情 只是在不同的次元吧 說到這裡大家也應該明白 我為什麼一開始要為那位藝術家捏一把冷汗 因為一個不小心 我們在過的觀眾就會成為受害者 而那位藝術家自己就成了施暴者 反觀我們現在市面上所有的VR的內容 最流行的兩款 永遠是暴力跟色情內容 就在剛剛在演講之前 我才查了一下排行榜 第一名的遊戲叫做 The War Thunder 戰爭風雨 第二名的遊戲 VR Mill 你們懂 那麼當VR技術 越來越發達 甚至當人工智能AI的技術 也越來越發達的時候 這種潛在的危害性也會越來越大 作為消費者 作為受眾的人 作為人類 我們到底準備好了嗎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 有真槍練習的實驗 在射擊的場裡面 當你的教練把一把真槍擺在裡面前之前 他永遠會說一句話 Never point your gun to people 那麼在VR時代 把槍口對著未來 對著黑暗 對著病痛 永遠不要朝著人 謝謝